平川说冷静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林呱呱的神奇战术 我们看看他到底做了一些什么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CH隐秘之秋 出身在地图左下角是蓝色的亡灵 ID林呱呱 开局直接拉了一个小师生出去 然后家里仅仅是放了一根通灵塔 什么地穴,什么祭坛,双电都没有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右上角 一个红色的人组 好,开局林呱呱 小师生早早就到了对手家旁边 直接放了一个大墓地 那我们看一下不死族能看见吗 哇,真的是精髓啊 刚好看不见啊 不过呢,但凡这个人组往前走一丢丢 可能就发现了 好,暂时没发现 开局林呱呱直接在对手家旁边 扔了一个大墓地 诶,相信老观众知道了啊 林呱呱又要开始整活了 好,开局的话双方还互相问好 那当然互相问好的前提是 人组并没有看见对手在自己家扔了一个大墓地啊 好,家里的话 林呱呱还是补了这个黑暗祭坛 商店也补了一个 诶,商店补到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啥用啊 你英雄的话按道理 难道是在这里买出来啊 好,看看人组有没有发现啊 人组现在的话应该没发现 发现可能会敲民兵过来处理一下啊 看一下,好 富特曼出来,看见了 看见之后直接敲民兵 诶,民兵是去练集的吗 我都不说啊,人组心很大 暂时没把大墓地放进一眼放眼里 心想你一个大墓地又不是通灵塔能干啥呢 好,谢法师 人组小化的是谢法 两个人都不走寻常路啊 谢法师开局 打了一个力量手套 家里的建筑学还是有点讲究的啊 来,民兵一敲 好,开始拆这个大墓地了 那林呱呱选择的是火魔 诶,有点尴尬的啊 火魔没有来得及回家 所以身上并没有带这个骷髅棒 那看看有没有伸好鞋带啊 鞋带伸好了的话 看看能不能靠其他单位 把这个骷髅棒带过来 好,开局的话 林呱呱开始了啊 他这个战术就是狂暴小士绅 那目前来看 这个人组好像是有点东西啊 开局,哦,有所有火力 打一下你的火魔 火魔跑了是吧 小农民参与战斗 但是小士绅肯定是打不过这个民兵的啊 好,血法师一技能生的是虚无 嘿,有点东西啊 他生虚无完美就克制了你这个小伙人分裂 你小伙人都打不出输出 你怎么分裂 哦,原来克制这个战术 还有血法师这个技能啊 有点东西啊 好,那人组现在慢慢给你耗 等我圣塔一耗 你小伙人就没有发挥空间了 血法师时不时虚无一下你的小伙人 来,这边的话,好,行的妹啊 有带骷髅棒拉过来了 可以 骷髅棒带过来 那现在有骷髅可以招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 血法师继续抽火魔 哎呀,火魔没什么状态了 小农民,来来来,赶紧加入战斗 这个战术的特点其实就是用小四身 疯狂的找机会围插对手的英雄 然后呢,一直不停的招骷髅啊 战斗 那这一波,我们看看双方的一个人口啊 灵呱呱,十九人口 哇,血法师直接被干掉了 火魔直接被干掉了 那血法师即将升到三级 这一级,灵呱呱拼操作 并没有赚到很多便宜啊 好,火魔的话直接买火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 拼了四分钟 火魔是零经验 血法师快到三级了 这一级,对手的血法师经验值相当的多啊 三级打一级上来 给你来个修 诶,找紧机会可以围杀对方的血法师啦 不过血法师有回尘 哎呀 小骷髅没有扛住 这一波没有围术就有英雄啊 这个战术的精髓 其实还是小四身围对手英雄 好,人子操作很细 所有残血的单位 转到里面去 然后吃个慢聊 冥兵继续给你火魔号 火魔的话终于蹭到 25点经验值 诶,这个时候能不能把血法师整死 血法师一死血 小四身直接冲里面去了 来来来 围杀血法师 好,血法师要叫地毕啦 九滴血 九滴血 好,直接锤子 可以 火魔直接升到1.9级 可以可以啊 终于这个战术开始发位了 火魔 鞋子单船 安排一波去泡个温泉 接下来小四身 诶,对手的福特曼的数量还是很多啊 那往后撤一撤 这边造个地穴 后面估计要是出一点小狗了吧 家里没有去升本 祭坛造好之后又卖掉啊 这个打发的话 非常的讲究 是吧 这个金钱的利用率啊 好,那血法师慢慢复活 这人组很自信啊 已经开始升本了 来 火魔温泉泡好 单船到前线 继续战斗 随即 看龙呱呱笑到最后 还是对手笑到最后 目前来看啊 对手还是很自信的 虽然血法师被A死了 但是他照样 是吧 安安静静的升奥本 火魔终于升到了二级 哈,不容易 但这个升塔很刁钻啊 放在这 火魔被完美的克制 关键这个建筑学 那就要相当的讲究啊 把这根升塔通通围起来 好,火魔趁对上英雄不在 赶紧一顿厮杀 福特曼的数量非常的多 来,小心啊 火魔不要被围住了 哦 火魔一看 对手想卡这个口子 赶紧 诶 找好这个位置 好 火魔这一波输出 打得不错啊 诶 这个农民 哦,有这个步兵 差点把火魔给围住 好,血法师即将复活 那接下来 灵瓜瓜怎么处理这个血法师呢 血法师目前来看的话 三级战斗能力还是很凶 再加上福特曼 火魔有点撑不住 那小四声的话 冲到里面 打不过这个福特曼 哎呀 这个战术感觉的话 要赢 必须趁早结束战斗 来,这个时候 想把圣塔给清理掉 血法师 复活成功 来,继续围波 哎,要继续围血法师 火魔在哪 火魔现在泡温泉去了 好,小四三 赶紧围上围上 看这一次 能不能把那个围杀死啊 火血法师有个TP 血法师很细 把输出最高的一个小狗 直接虚无一下 让你打不出输出 然后火魔过来 反围杀一下 无油 这里原来是一个圈套 好,赶紧把自己的商店取消啊 否则自己英雄会围住 那血法师自我虚无一下 来,能不能把血法师给A死 但是血法师有一个TP 好,血法师撑不住可以交个TP 哇,那好像没得玩了呀 因为人族已经升好了二本 意味着血法师可以疯狂的买TP买血瓶了 你接下来再围住 也杀不死对手的英雄 火魔没有状态 感觉又要去泡温泉了 但是这个时候 人族二英雄山丘即将走出集团 哇,这一波 拼到最后 还没想到是人族用科技给打赢了 好,火魔现在,哎,一丝人血 怎么办,撑不过去了 又得泡温泉吗 白天不太好泡 小四三想围杀一下这个普特曼 但是虚无一宝 哇,血法师升到了四级 火魔暂时还没有到三 那等山丘出来 看看林瓜瓜有没有什么 哎,解法 血法师躲后面疯狂的输出 时不时可以买个血瓶 火魔的话,哎呀 这一波没有时间去泡温泉了,也泡不了 那靠富特曼的话 靠这边的小农民打不过 山丘出来 林瓜瓜,大出积极 好,我们恭喜这个人族 终于看见有人族破解这个战术了 好,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步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